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現在在座 麻煩我們的幾位語壇人先入座 好 現在在座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看起來 我們會用中國的這個項目 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用我們的翻譯服務 在網站的網站 所以我們今天會用中文來進行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 要先感謝大家 所以我現在在座各位 各位對我們來說意義蠻重大的 因為這表示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 各位選擇跟我們台上的四位講者 一起分享價錢 而不是去隔壁的R1 因為我原本覺得 應該所有人都會被唐鳳那鬼吸過去 好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現在在這裡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兩件事情 請大家幫我留意一下 首先第一個部分 是我們這一鬼一樣是有Slido的 那麻煩如果你需要提問的話 到Slido.com 我們的code是R000 這邊是R0嘛 R後面三個ZERO 好 R000 好 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是進入到正式議程之前 雖然我們大概知道 這一次SAMI的組成大概是如何 但是到底此時此刻現在 在座的各位大概是什麼樣的背景 其實我們是比較不了解的 所以我希望用快速的一點點時間 想確認一下 現在在座各位的身份分別是什麼 等一下我會講四個選項 請大家幫我舉手一下 四個選項分別會是 第一個 如果你有工程師的身份 第二個 如果你有NGO的身份 第三個 如果你是有公務員的身份 最後這三個選項是可以複選的 以及最後第四個是如果你覺得你太難歸類了 你是第四個選項叫其他 所以四個部分幫我現在開始舉手一下 第一個是如果你是有工程師身份的 可以幫我舉個手 OK 好 差不多三分之一 快一半 OK 謝謝 再來第二個是如果你有NGO的身份 幫我舉個手 NGO跟NPO 感謝 好 謝謝 差不多也是20% 再接下來如果你有公門 公務員經驗或公務員身份的幫我舉個手 好 也是有一些 好 感謝 最後你覺得你難以分類 我要選其他的幫我舉個手 其實反而是最多的 好 太神奇了 好 非常感謝大家 那這些資訊就給我們台上幾位獎者參考 這大概是我們今天的與會者 好 正式進入到今天的議程 預設啊 大家會來到我們這一軌 應該是有先看過文宣上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這個文宣主題叫做社群參政 而且我自己覺得他的英文翻譯超厲害的 他英文叫做 When nobody becomes somebody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厲害 是看完之後完全不知道到底要講什麼 好 所以 作為一個主持人我想一開始先容我 用我個人的詮釋啦 大概來談一下我的認知在接下來一個半小時 大概會跟大家分享 這些講者會跟大家分享哪些內容 也是做一個期待管理 就是讓大家大概心裡有個數 接下來會聽到哪些東西 好 講社群參政 參政 講政治的話依據盟點 政治是非常非常廣泛的 任何跟眾人之事其實都有相關 所以顯然這個定義很太空泛了 所以與其要來詮釋今天這個社群參政 容我就直接對著我們今天的四位講者 大概來做一下敘述喔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今天大家看到台上這四位講者 他們是有一些共通點的 首先第一個他們的工作 主要的工作在處理的事情 大概都跟政治或是處理公眾議題啊等等有一些關聯 以及第二個很重要的關聯點是 他們大概都是G0V的愛好者 長期的參與者 好 所以在這兩個條件之下 剛剛有問的幾種身份 好 其他雖然是很多啦 好 但是包含今天有兩位工程師 一位從來自NGO 一位是來自公部門 在不同的身份 經過了這些G0V的一些洗禮之後 他們回到自己的各自的位置上面 是有在做一些 我稱之為可能是有趣的新嘗試吧 不能不一定是都是成功的 但是是有在做一些新的事情 好 所以今天接下來的時間 大概會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這些不同位置上面的人 加入參與了G0V之後 回到自己位置上 他們大概在參與政治上面 有哪些新的嘗試 好 這樣講起來 可能還是有點模糊啦 所以我快速的幫大家review一下 接下來的四位講者 他們的身份 今天我們有 在場的是有roni 可以幫我舉個手 是非常厲害的爬轎的工程師 我們有joni 背景是軟體工程師 我們有fi 是來自NGO 以及我們有 現職是公務員的MH OK 他們分別跟在座的各位一樣 有一個自己本質的身份 但我剛剛提到了 他們也在做一些新的嘗試 容我這邊先破梗一下 所謂的新的嘗試 以roni來說 如同大家知道的 他在G0V打滾了非常久 但是近期他也開始當 中央部會的一些 開放資料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等一下他也會提到 目前data.gov 這個網站的廠商的技術顧問 其實roni也有參與一角 好 那再講到roni 如同大家 我今天剛剛前面一鬼在聽R1的 有提到 大家都會提到G0V的氣坑率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對我來說 投票指南 我今天等一下roni會分享到 從2013年一路做到現在 就我自己來看 幾乎是G0V最常受的專案之一了 所以對我來講 G0V雖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工程師 但持續的在做 甚至等一下他會分享到 開始跟更多不同的平台做合作 對我來說中理是在G0V工程師裡面 一個還蠻特別的存在 好 再接下來V 雖然剛剛講NGO啦 但是其實 目前大家知道 是參選人ING 我自己認識V 大概是在兩年前的黑客松 那時候是立委參選人的身份 到很可惜變成立委落選人的身份 再到現在繼續用議員參選人的身份 不斷的在進行 也包含這段期間 跟G0V都還是有些合作 好 那最後到MH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 在社群上有一個不太震驚的社群 叫做公務革新力量聯盟 他們在做的事情 大概是希望把一些新的思維 放到公務區裡面去做一些討論 等一下他會提到更多 好 所以以上大概是這四位 今天來自的背景 那我也快速的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個大家可以幫我留意的地方 雖然有四位都是在講參選 但他們的角度是不太一樣的 中間兩位包含投票指南 處理非常多議員跟立委的問題 V本身就是立委和議員的參選人 所以這兩位 中間這兩位 是比較focus在立法體系的 那相反來說 Metric跟Roni 他們相對接觸比較多的是在行政體系 所以四位接觸的面向不太一樣 好 我這邊其實已經花太久的時間了 那接下來就會進入到 我們本鬼政事的議程 接下來部分會先由這四位講者 一位大概會有六到八分鐘左右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他們這幾年 大概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有什麼樣的觀察 最後就會到一個panel的discussion 主要會先由我這邊 先po一些問題出來 接下來一樣再次提醒大家 這一軌的slido的code 是R0000 R三個0 R000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po上來 我們會在最後再留一點時間 來做處理 好 那就話不多說 就進入到我們今天 第一位講者是 Johnny 那請幫我們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 我是Johnny 投票指南 現在還沒看過 趕快google打開 搜尋投票指南 沒有意外的話 第一個一定就是 那昨天才剛新做好了那個公投的 那公投的 現在也都可以上去看 這些題目跟理由書 那今年也特別在加入縣市長的部分 只要他當過立委或議員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過立委投票指南 那他也會有縣市長如果以前是立委 就會有立委的資料 那這個投票指南 沒看過的話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他就是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履歷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比 我們收到的選舉公報更好 那就簡述一下 這是投票指南的歷程 那目前就是要經歷第三次大選 那在2014總共有2014的議員 2016的立委 那今年就是加入縣市長 然後議員跟公投案 那大概放在一起比較一下 2014跟2016選前50天 大概就是會有43萬人士 那今年還不知道 現在就是前50天 大家50天以後要記得去投票 不然這幾位候選人會哭出來 然後這個選前150天到50天 2014的時候只有5000 然後2016有25000 那今年現在有12萬5 那互動人士就是在這個網站上面互動的 剛剛2014是根本沒有時間做 那2016有300個 那今年就已經有4400 那今年有特別做一個就是讓候選人發表自己的政見啊背景 因為之前都被人家問說 你都放這個現任立委議員的資料 這樣不就是幫助他們嗎 沒有現在你不是現任的也都可以上來寫了 那在2014的時候議員各縣市公佈出缺席的是只有四個縣市 今年有變成七個多了三個 那比較大幅的變動是這個議員配合款或是說建議款 這個東西2014只有三個縣市 今年22個縣市都有公佈 可是宜蘭跟彰化還是沒有寫說是什麼議員使用 那投票指南有我們給自己三個很大的框架把自己關在裡面 那就是第一個 預設就是都要開源 然後所有設計物 城市 什麼都是要有開放授權的方式來授權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不做家長式的領導 就是說我們盡量避免不要去告訴你這個是好的這個是不好 我們把資料呈現出來給每個使用者自己去判斷 那再來資料來源只有以下三種 一個是當然就是政府公開資訊嘛 比如說立法院各縣市議會的 再來就是候選人名代政黨自己提供的 那候選人就不用講了嘛 那像政黨這次大選就有國民黨民進黨 時代力量親民黨 他們在中選會發布之前就主動提供給這個平台 所以選民就可以比較早知道 再來就是全民都可以協助的資料 例如說維基百科 那投票指南是從2013開始做的 那時候是 就是我在家裡做一做以後 然後就有朋友跟我說GNV在做很像的事情 然後我就帶過來GNV發表 然後結果發表完以後才發現說2014是選議員 然後就這樣痛苦的又繼續做了20142016的立委 然後在2017的時候就是去年 GNV公民科技獎助金我有獲獎 然後到9月期末發表的時候 藍點公民平台就有來這個期末發表 那就和我們搭上線 最後就從9月開始花了半年的時間 就是來回的溝通 包含合約啊 也不只我跟藍點 還有我跟舊松團 GNV舊松團 三方的 耗費了半年的時間溝通 才開始決定合作 所以在今年3月的時候 藍點投入錢 人 還有一些他們的人脈 來幫助這個專案行銷 那今天來這邊也是就是要 到就是為什麼會 我在2017的時候等於說是辭職 然後全職來做這個專案 那到2018也都還是繼續這樣做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那中間又碰到什麼困難 那今天也就是會 躺開來跟大家說 那如果有什麼得罪的地方的話 也我就不在這邊道歉 你就是直接給他提問罵回來就可以了 那希望說 我這個踏出同溫層的這個嘗試 能夠給其他的專案一些參考 或是你們可以自己想想看 自己會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或是你覺得我這樣的嘗試很好 你們也可以試著做做看 那最後就是說 一個政治性的這種開源專案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把 不管是不同組織 不同政治立場 或是不同產業背景 不同 跟你不同意見的人就對了 你有沒有辦法把他當作你這個是一個G01的參與者 你有沒有辦法真的把他看待成說 人人都可以來參與這個開源的專案 那這種開源專案只要把程式放在網路上就好了嗎 還是說你一定就是得像候選人一樣 每天就是要走路街頭去接觸這些 你平常碰不到的人 好 那我們就換下一位 好 非常感謝喔 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出來 好像埋了非常非常多的伏筆喔 這大概就是等一下我們在Panel Discussion的部分 會繼續來挖一下 到底從原本一個單純的G01V專案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步一步的 先從Grant 你當你拿了錢 你有更多的義務跟責任 再到下一步 你不是只是G01V內部的遊戲 你還有跟外部有更多的合作 我剛剛甚至提到像可能甚至要打約啊等等 更多的細節 這些細部的內容 我們就到Discussion的時候再繼續 那同時我這邊輪到Phi之前喔 我還是在提醒一下 剛剛有幾位比較晚一點進來的 我們這一軌是有使用Slido的 Slido的code是R000R000 然後在Slido.com 如果你想提問的話歡迎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再掌聲歡迎 第二位講者是Phi 好 大家午安 好 這是我的要講的題目 就是我要當腳頭 好 是這樣子 我現在在選市議員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市議員 想要做什麼 在某一次我被一個媒體訪問 那一個很年輕的記者 問了我很多關於市議員到底要做什麼問題 我講完了之後他就說 聽起來好像腳頭 我想一想就想 欸 好像真的就是腳頭欸 對 剛剛Pagi有介紹我說 我2016年的時候 因為參選立委 在這個做立委候選人的過程中 認識了G0V 那在這兩年來 在這個過程中 跟社群有一些接觸 那一些合作 那到現在從一個落選人 到現在就是我要當腳頭 那現在我們做哪些事情 那等一下我會一一來說明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好像沒有太多的時間 我想要講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很快的介紹一下 總之呢 我就是目前的市議員候選人 那我過去有這樣子的經驗 這些經驗包含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開始我的政治參與 那接下來也曾經短暫服務過 台北市政府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現在短暫服務過一個 做了一個在地深蹲的協會 這個協會是我立委選舉 落選之後 我們選擇回到地方去深耕 然後再做一個社區的參與 培立的這個協會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這些簡介離你太遠的話 這是另外一個面向的我 就目前28歲已婚 然後又有兩隻貓一隻兔子 大概是這樣 這樣可能會讓大家覺得 跟你貼近一點 好 那基本上我每次演講 或者是要談就是選舉相關問題的時候 我一定會問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現在其實離年底的選舉剩下48天 你知不知道你選區的現任市議員叫什麼名字 知道可以舉手一下嗎 我靠 我 好感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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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覺得台灣未來還有希望 通常我在演講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上一次 有一次在大松提案提議 也是一個跟市議員有關的專案 等一下會介紹這個專案 我問了之後就是現場快要100個人 沒有人舉手 就沒有人知道自己選區的市議員叫什麼名字 那其實這節目就是現在 我們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因為對市議員其實對六都來說 是最基層的名義代表 那事實上全台灣有 六都有400多位的市議員 那所以這些市議員 雖然每年都要做非常多的審查 尤其是地方的預算 可能是上千億的預算 你可能會覺得地方的 市議員就是地方的立委 可是其實你的對於立委 做了哪些審查 他們通過哪些法案 電視新聞上的媒體曝光率 其實是比較高的 我不是說非常的高 但是是比較高的 但對於市議員來說 我相信 比如說你在美上可以看到的市議員 大概就像世間 是不是 童仲彥 謝龍介 這些你講得出名字來的人 其實都是一些 有梗有曝光度的市議員 但是他並不能代表你其他 比如說以新北來說 我現在選的新北市 有62個市議員 你可能很多其實你叫不出名字來 其實像我們在地方蹲點的過程中 你聽過很多 市議員光怪陸離的鄉野奇談 比如說一張票一萬五 比如說這個議員 跟哪個建設公司合作 派了黑道去某一個人的家裡 如何如何 最後蓋了一個什麼樣的都更的大房子 可是這些光怪陸離的鄉野奇談 就會只是光怪陸離的鄉野奇談 因為我們大家對他的關心不夠 你很少可能很少看到市議員 有什麼事情上新聞 除非他們很誇張很離譜 或是往世間就是做了什麼木馬進市議會 不然你不會看到他上新聞 那所以你也沒有辦法用什麼大眾輿論 去制裁他或者去監督他 那所以我今天我會分可能分成三個部分來談 其實我這兩年來 或者是其實主要是這短暫一年來 準備開始要選市議員的過程中 做了三個幾個專案 那幾個專案圍繞著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市議員現在在做什麼 第二個部分是那市議員應該做什麼 最後是那市議員還可以做什麼 所以會從這三個部分來介紹我的專案 第一個是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在決定要參選市議員之後 我在地方蹲點的過程 我就覺得其實我對市議員了解不太多 我從選立委的路上踏到選市議員 其實我必須承認在我決定選市議員前 其實我並不知道市議員在做什麼 我知道他根本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必須要Google他們一下 知道他們的背景 然後當他們的對手 可是我其實並不知道他們平常在幹 他們的問證表現是怎麼樣 到底有哪些很重要的議題 是他們在議會討論的 所以那時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開始做這個議會的監督 你們可以上在地深蹲協會的網站看 因為我們在新北市 所以我們就做了新北市的議會監督 實際上現在在全台灣 有做議會監督的縣市非常的少 目前知道比如說宜蘭、新北市、桃園、台中、台南、高雄 這幾個都市有做 實際上也就是六都裡面 台北市其實是沒有做議會監督的 每一個議會監督都沒有固定的方法 其實像剛剛Johnny可能有稍微提到一些 就是說很多縣市其他的市議會 還是非常的不透明 我們都還不要進入地方政府層級 開不開放 光是市議會就非常的不開放 比如說新北市怎麼樣呢 我記得有一個會期 他們就說我們要書面質詢市長 然後總質詢就結束了 然後這個書面質詢等了一年多 到現在都還沒看到 所以他到底質詢了什麼事情 沒有人知道 所以其實就是很荒謬的這件事情 還有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就比如說我們要表決通過一個 都市更新的條例 這個都市更新其實會影響到很多的都市計畫 但他就會表決 會議紀錄上面就會寫表決通過 幾票對幾票通過 但他不會寫是誰同意 誰投不同一票 其實這就很荒謬 因為議會如果你要開放 你應該可以是知道說誰同意 所以你才有辦法監督他們 喔 我真的講太慢了 好 對不起 那我們做了一個這個影片 可以幫我開生意嗎 如果現在跟你說有一個好工作 年薪上百萬 還配有助理跟自己的辦公室 上班不用到也沒關係 每天想幹嘛就幹嘛沒有老闆 這麼爽的工作你要不要 等等我真的不是大片集團 對新的新北市議會見報告 第一次定期會質詢平均出席率幾百分之十五 什麼可低 減兩次的平均出席率也是百分之三十三 百分之十七 真經美的出席率真是財富人物 在被發現大家都來開會之後 出席率都算有其策 但這四十五怕其實也有爭議 一次只詢會有十分鐘 但有些人不想一早來排隊 就和好朋友見一下時間 花了幾分鐘八言講幾句話 真好錢戒筆記 找朋友幫點名有什麼樣 這不是洗數據什麼才叫洗數據 議員會不去開 據了又代理交為 沒信用 細牙一避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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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遍 好這次我們做了一個影片 然後來讓大家理解一下 其實施議員到底應該 就是要關心你的施議員在做什麼 這樣 那OK 那接下來就是施議員現在做什麼的專案 我們還做了這個 剛剛在講的是 就是施議員現在做什麼 我們做了這個遊戲 這個就是我們到G0V去提案的其中一個專案 那他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做了一個小測驗 那比如說施議員會有哪些方式獲得名義 那你可以隨便選一個 選名陳情 然後其實答案是以上皆是 因為其實真的有人用脫模或觀落影來獲得 就是他去質詢的內容 那這個你大家可以玩玩看 我其實這邊有一個QR Code 你可以點進去 或者你搜尋施議員在做什麼 應該在幹嘛 應該就可以找到 那接下來是施議員應該要做什麼 我們做了一個這樣子的懶人包 來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歡迎大家 為什麼我一定要講這個呢 其實我就是要來鼓勵大家 搜尋我的粉專 然後幫我按讚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就是施議員在幹嘛 我們做懶人包來強調一下 施議員其實到底實際上在做什麼 他的工作項目有哪些 然後希望讓大家可以 進一步去理解他到底該做哪些事情 那這個我們有連結到這個投票指南 因為你了解他們在做什麼之後 其實你下一步就是要知道 那你的選區的施議員 到底有沒有在做這件事 那施議員還可以做什麼 就是我認為選上之後還可以做什麼 或我現在身為一個候選人可以做哪些事情 這個也是跟GTV的社群的一些參與者 一起合作出來的一個專案 就是這個全球最大募款城市上限 這個是一個遊戲 大家可以點進來看 然後 然後 它的 它是一個就是 政治獻金募款的遊戲 就是 比如說 我要看一下物資捐獻金 就可以看到說 誰捐了哪些錢 那誰捐了哪些錢 我覺得不重要 重要其實是 我把錢花去哪裡 這樣 那這也是一個開源的專案 就是我們其實希望 更多的政治人物 包含國民黨黨的議員 其實都可以把你的支出 它其實應該做成一個table 但是因為你知道就是 最近真的有點太忙 我們會努力再更新這個 這還在持續更新中這樣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 國民兩黨的市議員 候選人 政治人物都可以把你的政治獻金公佈 因為現在的選的那個選霸法 其實是規定 你選完才要公佈你的政治獻金 對 那這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好 這是我們可愛的主視覺 好 我其實時間已經到很久 我想要快點迅速的結束 我的這個部分 簡單說就是我覺得 以現在民意代表開放政府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是我在決定參選之後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我過去在開放文化基金會工作 這一段時間 就是看了很多 中央層級開放政府到底是怎麼做 那還可以怎麼做更好 但實際上 決定要選市議員之後 進到地方政府的層級 你發現地方政府 因為我們其實在開放資料 這個不管是開放資料 或開放政府 開放資料這個部分 它的行政命令 其實並沒有擴及到地方政府的層級 所以有一段時間 雖然因為台北是一直在open data 所以各都有一段一直在open data 要衝那個數 要衝那個量 可是實際上的品質很不好 那再回到議會 議會又更糟糕了 議會的開放 議會的改革 其實都非常的不透明 那如何讓這個 第一個當然可以做的部分 當然是議會改革 第二個可以做的就是 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的部分 如何用市議院的角度去監督議會 以及行政地方的政治 地方政府必須要透明 這是我在參選之後一直在思考 它的路徑到底是什麼 那還有公民參與 就是所謂的開放政府在一個市政府 做決策的過程中 到底可以被放在哪一個位置 這是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而且它的路徑是什麼 因為我目前想到其實是 我覺得過去在開放政府 這個議題上面看到的其實是 很多時候我們不停強調開放 其實有時候是造成了基層公務員 很大的壓力 那個壓力並不是說 他們不想開放所以他們有壓力 那個壓力是來自於 他們不知道該怎麼開放 比如說地方政府你要他open data 很多基層公務員可能不知道怎麼open 或者你要他開放公民參與 他可能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相關的法令規定 所以我並不知道這個公民參與過程 要怎麼融入在我的政策制定的過程中 所以它的路徑到底是什麼 那我目前能夠想到的 為什麼我剛剛要提這些我做的專案 其實我現在想到的比較能做其實就是說 以我現在能做的我先做 那我盡力的 比如說當這個聲量衝高時 我去感染其他市議員 當62個新北市的市議員裡面 有很多個都把自己的政治政策公開 很多個都開始要求要公民參與 要開放透明要議會改革 你才有辦法進一步去影響到 現在的市議會 以至於影響到市政府 那這是我目前想要分享的部分 好謝謝 謝謝Feel 其實剛剛Feel的部分 滿清楚的 雖然講得很快 但是大家可以聽到三個層次 是在講包含現在 到底我們目前看到的議員 一些光怪陸離的議會奇談之類的 現在的議員到底在做什麼 那再接下來下一個層次是 那實際上他們該做什麼 例如剛剛有看到 一個相關的懶人包一機 到最後如果我想要 Do one more thing 我想要做得更好 那個高標 例如提到了一些政治獻金 自己主動開始做一些事情 希望號召更多人進來 大概是這三個層次 那除了他講的內容之外 我必須要講一下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我兩年前第一次看到Feel的時候 他是來DreamV大松 第一次然後非常慌張的 大家給一些建議啊 我要選舉啊等等 我記得那時候最後出來的報告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的報告說 今天很感謝大家 知道我學會用Head Folder 然後以後我可能 我的官網可以用那個Head Folder來做 那從那個兩年前的時候 到現在顯然跟DreamV合作的那個 等一下大家會談到 不同的角色之間的合作 其實也可以從Feel身上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深化合作的面上 在他身上是看到還蠻多的喔 好 那再進入到下一位是Roni之前 我提醒一下 剛剛有朋友在Slide上面詢問 今天的簡報要在哪邊拿喔 那首先先跟大家說一下 Slide上已經有放了 那另外大會之前也有先蒐集過 上面已經有 今天四位講的簡報是在同一份上 好 那再接下來 剛剛前面兩位分別關注的 都是立法體系 那接下來很感謝剛剛Fe 最後結尾剛好提到說 很多在Push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Push的力量 最後其實只落到單一個別的基層 這樣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嗎 那Fe剛才有提到他的路徑 那我們再來看看 跟工部門行政部門 接觸比較多的Roni 尤其等一下到直接是公務員的名看 他們又怎麼看 那接下來就掌聲歡迎Roni 喂 大家好 我是Roni 那我想就是分享一下這幾年來 我在一些就是在行政體系上面 看到的一些就是所見所聞 那關於我的話 我自己就是最 我在第一年就有開始在玩G0V 然後我很喜歡爬資料 很喜歡砍柴 所以我又是斧頭王幫助 那麼有很多我砍的柴 跟我做的作品都放在這裡 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可以進去看一看 那之後我們也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這些資料可以怎麼運用 那麼也因為我有一些在G0V 就是砍柴做資料的一些經驗 那就有機會進到政府 去做一些演講 去做一些怎麼開放資料 然後看到資料是什麼的一些分享 而且也越做越深入 從一開始是從演講到開始變成諮詢委員 然後諮詢委員完後 接下來我又成為了 對Data.G0.TW的廠商的技術顧問 那後來我還就是升到了 就是有得到行政院的那個 開放資料諮詢委員 但那個時候我收到這個 就是邀請我去當行政院 開放資料諮詢委員 所以我一開始蠻感動的 我終於從二級機關升到最高級了 但是我後來看到其他的委員 有包含什麼資测會啊 工研院 這些都是很聽政府話的人 然後我突然有點難過 該不會我也是被標籤 我也是很聽政府話的人 才能成功進去的 不過還好我在裡面 我還是會吵一些架 然後這幾年來 就是我看到的一些 政府的一些Open Data的演進 那麼從最早的開放資料平台上線 然後再來設置了那個 政府開放資料諮詢小組 然後從一開始以量為KPI 就是一開始所有機關 要上傳五個資料集 到後來變五十個資料集 那甚至到後來我們還有拿到 兩年的Open Data評比第一屏 然後到現在 充完量之後再來充值 所以今年有推了一個開放資料品質提升機制 所以如果大家使用data-and-gave.tw 會看到有多一個 金標章 銀標章 銅標章 銅標章的一個標籤 就它資料品質如何 然後以及就是有要推的Open API 就是有了一些 一些不斷在往前的一些演進 那麼我想就說明一下一些 裡面的流程跟一些狀況 像是開放資料諮詢委員會 其實它利益蠻好的 就是說它所有的二級機關 跟行政院一級這邊 都需要有一個開放資料諮詢委員會 然後他們以前是一季要開一次會 然後裡面必須 民間委員必須要大於三分之一 然後剩下三分之二是公家 就是公務員的委員 那如果今天民間有想要索取資料 開放資料的需求 那麼他們就到平台上問 那假如機關覺得沒問題 這東西可以Open 等一下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假如機關覺得 這東西有疑慮不能Open 那它不能直接馬上打槍說 這東西不能Open 它必須要在這個 開放資料諮詢委員會會議中 要得到所有的委員都一致同意 就說這個不Open的理由是合理的 那這個資料才能夠選擇 就是發出一個拒絕的說 不好意思這東西不能Open 那如果今天這個 沒有辦法有共識的話 那麼機關就必須要回頭再去 要不然就是回頭去選擇Open 要不然就是它要再想別的理由 就是要能說服現場的委員 所以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很理想的 一個流程 這樣子我們開放資料 應該可以記起來很好吧 但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漏洞 例如說像衛福部從來沒有開過這個會議 所以其實完全就是跟衛福部要知道 這件事完全沒有進到這個流程過 然後像2017年的公共工程委員會裡面 民間委員全部都是剛退休的公務員 他退休的公務員的話 他就變民間委員 那所以其他的會議中當然很一致同意 這些東西都不應該Open 然後所以就變成說 他這邊很多資料沒有辦法Open出來 然後另外就是委員其實各種專業都有 那麼其實委員真的就是能夠發揮 那樣的意見出來吧 因為像我可能是比較資料專業 但是我可能就不太懂得很多的業務的內容 農業啊或者是衛生的相關的業務 我可能沒那麼了解 那麼我真的就是有辦法提供出很好的意見 然後再來就是 這部分只有行政體系會被約束到 所以像是地方政府 立法院 然後監察院這些其他院 其實都跟這一個開放資料諮詢委員會 其實是無關的 然後再來就是政府其實訂了很多KPI 想要來推動Open Data 例如說從一開始的每個機關 每年5個資料集到50個資料集 那一開始推數字的KPI 就造成了很多機關 就很會爛魚沖或隨便亂丟的東西 然後把PDF清點一下就丟出來了 然後像法務部還丟了幾千個PDF上來 但是這些東西好像沒有任何用處 然後再來像台灣能得到Open Data第一名 其實也我覺得真心講 也不是台灣在Open Data做得很好 而是台灣人真的很會考試 結果他知道那個評比中 他的每個分數 例如說你在預算上面有資料集就能得分 你在法律上有資料集就能得分 你在監督上有資料集就能得分 他訂出了這些後 然後台灣就很會考試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些會有分數的地方 我們就隨便丟個東西出來 這樣就有分數可以拿了 然後就可以拿到世界第一名了 所以那這樣的世界第一真的有意義嗎 然後再來就充完量之後 再來就要充品質 那問題就是品質這東西 其實我們真的能夠很容易的把規則 或者是讓大家 就這樣不知道 不知道到底什麼是資料的人 他還能夠依照這個資料品質的規範 然後把資料品質變好嗎 那政府資料其實就我這幾點這樣看下來 我覺得政府資料最主要有兩個來源 一個來源是來自於既有資訊系統 它可能是因為已經有個很明確的流程 然後它是經過標案 然後交給廠商來做 那通常這部分的資料 它都是因為是委外廠商在做的時候 它就已經會把資料庫 schema什麼都規劃好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的資料 相對是乾淨好Open的 但反過來說 更多絕大部分可能九成以上的資料 其實它沒有任何資料庫 它是以SEO在管理的 而且它在製作的時候 它不是以資料的觀點在做 它是以做報告 就是長官交辦 說我想要看什麼報告請你給我 那麼可能那個公務員就臨時 就是那我就收集一下 跟這個報告有關的資料 我做成一個非常精美精美的報告 但這個精美的報告 可能用到很多 像合併儲存格 有框線 有背景顏色 或用一些公式什麼之類的 造成說其實它很精美很漂亮 但是要被拿去使用就很難 那或者是有一些 以每個月為單位 它可能就是每個月拿前一份報告 把數字改一改 所以每個月是一個新的檔案 但一旦我今天要做一個年度的分析的時候 我就要拿12個檔案出來 我要再跟去年比較 我可能要拿24個檔案出來 比較才能用 就以資料的角度來講 這種報告型的東西 其實是很難用的 那像早期 國發會那時候還鼓勵大家 盡量都是用Open Format的格式 像不要傳以SEO 傳CSV 所以那時候就發生了像這樣的悲劇 就是那個 那時候是人事行政局的資料 他們說你要CSV 那我們就把它傳成下面的給你 所以Open Data格式上就這樣 它是一個合法的CSV 絕對是合法 但這樣東西有用嗎 那可惜的就是說 因為絕大部分的政府資料 可能它都是在承辦的手中 都是上面很精美的 擁有一些框線 有一些背景顏色的一個報告類的 那這樣的東西 要能夠轉化成資料 其實真的會需要蠻多的心力在的 那所以 但是今年因為推了資料品質提升機制 然後我也幫國發會 到各機關有演講了大概十場左右 就是在講說那個 到底怎麼樣是把 剛剛那一表的下面的東西 修成上面的東西 把這個表格修成乾淨的資料 那我才發現到其實訂了KPI下去之後 其實各機關的 就變積極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雖然我這個人不喜歡KPI 但我覺得在公務體系來講 KPI感覺還蠻重要的 然後我覺得遇到一個最大困難 就是真的絕大多數的公務員 其實比較沒有資料觀念的 就是他不知道什麼是怎麼去定義欄位 怎麼樣去做出一個 能夠日後更好使用的資料 但是我也很擔心 就是我資料品質這樣做下去 會不會造成說阻礙到 很多人就怕我乾脆就 東西就不要open好了 因為open 我還過不了你的品質規範 那其實這樣子下台幾年 我覺得我就留下還蠻多的問號 我覺得留下的問題比答案更多 就是到底我們需不需要專法來推動 因為其實如果今天 那個基層公務員都沒有辦法了解 到底什麼是資料的情況下 我們定義一個專法 就可以讓他了解或讓他能做嗎 這我不知道 然後以及說 這邊有個故事 是說我之前去農委會 當委委員的時候 那時候有民間去要說 那個 那個 台灣 農委會對於漁船的油業補貼的 總金額是多少 他要總金額 所以這應該跟各自跟什麼都無關 但是農委會那時候拒絕 農委會拒絕的理由是說 這東西會影響到WTO談判 因為WTO 它不允許任何國家的政府 有對產業進行補貼 如果你有做補貼 然後你就會被國際承諾 你可能會很難東西出口出去 但問題就是 全世界國家都還是偷偷在做 所以你不能說 你要Open Data 然後把這張放出來 由政府承認說 我偷偷做一個WTO不允許的事情 放在Open Data中 所以這變成一個拒絕的理由 那這個理由到底合不合理呢 我覺得就可能不同層面看 就是可能有合理或不合理吧 然後再來就是用KPI來定 開放資料標準 就是要大家的目標 這件事是正確的嗎 這也是我一個不太確定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幾年下午 我好像留了很多的問號下來 OK 好 好 感謝Rony 好 感謝Rony 其實剛剛Rony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其實幫我們大概快速縱攬了一下 這幾年大概政府裡面 他看到了開放資料的整個發展 包含從數量再到品質 例如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知不知道 我是這一次 因為要有這樣準備這樣的Panel 我才知道原來其實 我們現在也有所謂 資料品質提升的計畫 而且Rony 我這邊也有在做一些協助 那我特別這邊剛好 因為剛好前面有提到衛福部 然後這個是我拜託Rony 今天一定要講出來 有時候他們講出來我 比較好用 好 沒有 就是大概狀況是這樣 好 那前面其實已經非常非常多次 一直點到公部門 公部門 到底現在狀況怎麼樣 那到底在公門裡面的人 又會怎麼看 那在接下來我們就歡迎Match 掌聲歡迎他 好 謝謝大家 那我這邊就是跟前面幾位 就是做有不同的角色這樣 那我這邊講一下公務員的看法 我自己做為一個小小的公務員這樣 那我自己的話是在2011年開始當公務人員 那2014年的時候直到G0V 2015年開始參加G0V的活動 那公務員它其實就是職業的一種 就是台灣的公民可以選擇的一種職業 那一個人他可能當公務員 當了幾年 那到了人生的某個階段之後 他就可能跑去做別的工作 到民間的某個工作去 那同樣的反過來 民間的人也可能說 就是他做各式樣的工作 那有一天他就決定進到政府部門裡面去服務 這樣子 那這樣子跨來跨去 甚至進進出出好幾次其實都是允許的 那我們的立法者其實也有這樣子的認識 那我們目前的話一些就是 公務員或者勞工的一些退休啊 保險啊相關的法規 他其實在兩邊的年資是可以互相就是做累積的 這樣子就是立法者認為 你在不同的職業裡面 跨來跨去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目前有這樣子的立法 就是是被肯定的啦 就是他只是一種職業 他不是一種一輩子的身份 那既然說公務員是台灣的公民的一種職業選擇 那所以說公務員其實他就是公民啊 那自然說在心態上 就不會是覺得是上帝的選民 那或者是什麼特殊權力的這個統治階級這樣子 那自我心態上也會覺得說 其實應該要認為說你是為台灣人民服務 那不是為什麼偉大的領袖服務 或為哪個政黨服務 為哪個長官服務這樣 那台灣已經解除戒嚴超過30年了 可是公務員目前還是適用在這一套公務員服務法 那公務員服務法這一整套 它是在1939年的時候制定的 1939年 那它裡面就規定到說公務員 你對外講一些跟職務有關的話是不允許的 你必須要經過長官許可 否則就是違法 即使你講的東西它不涉及機密 那不管你是用機關的名義或者你是用個人的名義 只要沒有經過長官許可就是違法 比如說今天如果有一個公務員 他可能說就是衛福部的某個部長 我覺得部長的長官很 部長的決策很英明 好他講這一句話 他沒有經過他的長官許可 他就是違法 就是有這種這麼荒謬的法律規定 那1939年那是什麼時候 1939年那個時候是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然後中華民國政府正在跟日本打仗 那中國國民黨在同一年 又針對中國共產黨定了一大堆 一系列的反共的方針 是在那個情況下 那他們也立了這個公務員服務法 那裡面除了限制公務員的言論自由之外 也限制了集會結社的自由 還有很多個人私領域部分的行為 都做出了限制 那公務員如果說他有顧忌到這個法律的規定 那他可能會面臨一些懲戒啊 或者在機關裡面要他負起的一些責任的話 那他就會出現什麼樣的行為 就是大家可能在一些場合 不管是會議或什麼看到有些公務員 他就是只能一直跳針 因為他就只能講一些 他在來到這個場合之前 機關裡面核定許可他可以講的內容 那所以說包括其實就算是在政委辦公室辦的 這樣開放協作會議等等 我們還是看到會有一些機關的代表 他就只能在那邊跳針 即使已經是在那麼開放討論的環境裡面 他就只能跳針 他沒有辦法講其他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一個正常的企業 他不太可能說不鼓勵員工互相做腦力激盪 或者是跨部門的交流 如果有哪個企業這樣做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他的產品或者服務的品質 可能會蠻差的 他不能做跨部門的交流 他也不能跟他的客戶講一些 除了跳針以外的內容這樣 那內部的文化的話 其實每個企業都會有他的內部文化 那公部門目前還是 就是跟幾十年前差不多 左邊的部分 就是公文足跡向上成河的這個文化 基本上還是在 那即使在2012年 LINE突然普及了之後 他滲透了公部門大大小小的單位 然後裡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群組 雖然他好像 至少他的即時性是受到肯定的 他另一方面他打亂了一些節奏 可是即使是在大大小小的LINE群組裡面 我們也不會看到地位對等的談話出現 那大家還是怎麼樣的文化 還是傾向個人不自己做決定 那就是要抬頭看上面 寢室上面更大的長官的意見 那如果說 如果說真的有人會自己做決定的話 往往我們觀察到 可能是出於一些揣摩上意的結果 那這樣的文化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一直存在 那所以說那其實也造成說 就是公部門裡面這樣不敢討論 不敢發言的情況 其實大家看到問題也不會指出來 那一些文化方面的改變 其實就會非常的緩慢 那公務員有沒有這種身為公民 公務員是公民嘛 身為公民然後但是你參與一些政策 這個卻被主管機關被政府忽視 然後你覺得公民參與是玩假的經驗呢 好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就是2016年底的時候 那時候在Join平台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有這樣的一個提案 它是廢除國旅卡還我加班費 那國旅卡國民旅遊卡這個東西 它是把公務人員的不休假加班費 在金額砍半之後再限制你要在特定的用途 特定的時間消費 不然的話不給你錢 是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然後那個時候傳出一個風聲 是行政院想要把國旅遊卡的使用範圍 更加的限縮 那所以說那個時候其實很多公務人員 他關心這個議題 他們就上去連署就複議 那也很快的就成案 突破5000人的複議就成案了 但是成案之後 這一案的主管機關就是一些部會 比如說交通部 人事行政總處 國發會等等 他們並沒有按照Join平台原本 大家理解的流程去聯繫提案人 去釐清訴求 去召開會議 不管是部會自己召開的會議 或者是政委那邊召開的協作會議等等 都沒有 都沒有 這些部會他們是主管機關 他們也只能抬頭看上面 因為上面行政院好像要限縮這個事情 我好像不能討論即使他成案了 好 然後就這樣過兩個禮拜 他都沒有聯繫提案人 然後行政院就核定了這個 傳說中更限縮的版本 就這樣核定了 那這個例子就是其實 讓很多關心這個議題的公務人員 感受到這種衝擊 就是我身為厲害關係人 然後但是政府不理我 以及不只是厲害關係人 以及這些部會 這些部會他們也感受到說即使規則就在這裡 可是我不能聯繫提案人 我只能抬頭看上面 然後上面有權利的人好他決定了這樣 所以改變文化的路還很長 那政府機關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這幾十年來業務一直增加 然後但是做事的方法就是 當然人力它編制原來本來就有一些限制 可是它的做事方法好像也常常我們覺得它是很落後的 那其實 右邊的照片是我們就是某一天 就是在台灣各地的政府辦公大樓拍了幾十張照片回來 然後那一天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包括說昨天 昨天晚上大家在啤酒吧的會場 其實也可以看到左上那一張一樣燈火通明 昨天晚上也是一樣這樣 它就是大家加班其實是一個常態 那它不應該是常態 那但是政府內部的權力它大到可以說 就是它壓迫公務員只要有命令 只要有業務來 你就是要把它做完 就算你已經加班時數已經超過了 你也是要無償把它做完這樣子 就是免費做功德的概念 它是普遍存在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它沒有一個動機去改善它的工作流程 因為永遠有免費的人力幫它血汗做完 那這樣的結果當然對全民都是不好的 它要嘛就是公務員血汗過勞 那要嘛就是公務員會放棄它的工作品質 那全民就會享受到一個很糟的政府服務 所以說其實我們就希望說政府機關可以好好發加班費 那形成一個財政上的壓力 用財政上的壓力來逼迫各單位認真思考 是不是要改善它的工作流程 然後減少人工的作業這樣 那目前為止小小公務員的一些發生還是有一點點的成果 比如說就是機關編列加班費總額的上限 就是今年有默默的取消了 理論上明年各機關的加班費 它應該要編購 明年不可以再說 因為受限於人事總處的什麼規定 我們加班費額度只有多少 我發完了 我不給你加班費 理論上這個東西明年不應該再出現 但是各機關的預算書都已經送出去給議會或者是立法院審查 我們可以看一下到底明年加班費大家夠不夠 那以及其他的一些就是跟比如說剛剛講到的跨職域的年資的採計 還有說約聘僱人員是用勞工退休金這些保障 就是還是有一些些小小的成果 那這個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這個團體 它大致上關心前面講的這些主題這樣 那大家如果不管是公部門或民間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follow一下然後關心一下 那其實大家未來也有可能進公部門服務 大家公務員就真的只是人生中某個時候的一個職業 有可能有一天大家也可能會進政府來工作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就是可以一起努力來改變公務文化 好 感謝MHL 那剛剛如果大家有看到那個加班照 就是其中有一張是我貢獻的這樣 好 然後也跟大家講一下其實前面幾位不斷都提到 或今天其他各個場域大家都在談說怎麼樣 讓我們的政府啊怎麼樣買單啊等等 但其實我覺得可能一個明漢在提醒我們 一件事情前面幾位講的其實有提到 當我們在面對所謂政府的時候 政府是一個大的整體 但是實際上裡面一個一個的基層 他們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到底這個訴求我們是要講給個別的公務員聽 還是講給整體的政府聽 這個有時候是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區變 跟裡面的人的狀況 如果能有更多理解 可能訴求我們可以喊得更精確 好 那剛剛我其實稍微滑了一下 大家sidle上非常非常的熱鬧 等一下再進入到比較單點單點 因為其實剛剛四位分別 談了他們自己做的事情跟觀察 在進入到這種單點的問題之前 那畢竟身為主持人就先讓我先開個第一槍 讓我先把一個先拋出一個一系列 一組的問題先請我們四位講者 稍微彼此做一些討論 那等一下時間我們就會回頭看sidle上面 其實還蠻多蠻精彩的問題 好 剛剛四位其實雖然感覺上在不同的位子上 但是我自己感受起來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feedback 其實一開始在開場的時候 我說其實四位兩位工程師 一位來自NGO 一位是公務員 他們感覺上在自己的位子上 開始做一些所謂的新的嘗試 那我覺得四位聽下來之後 我大概可以把那個所謂新的嘗試 定義的更精確一點 我覺得四位至少都有個共通點 講白了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不同跟不同的角色 從自己的角色出發 開始跟不同的角色去發展合作的關係 跟找新的可能 從Joni開始 從Grant 然後再到今年開始跟第三方的燃點平台合作 再到V 那一路走來 持續的再跟G0V社群做一些合作 然後再到Roni開始跟公務員有一些互動 那MH在外面的社群看了一圈 再把一些新的東西帶回到公務門 所以其實講白了其實已經講到爛了 就跨欲跨欲 但從這四位身上大概都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但我必須要講 我接下來要拋出來的一系列的問題 希望可以再往下挖深一點點 一樣都是從自己的角色 往其他的地方去尋求合作 但我自己看出來喔 可以幫我切到那個畫面嗎 我自己覺得這四位的路徑 又稍微可以做一下分類 我們常常講G&V是一個村莊 我們有村莊 我們有CLO高 在這個可愛的G&V社群裡面 Roni跟Joni他們本身一開始就是工程師 所以在一開始G&V成立的時候 非常出奇他們就開始參與了 所以這幾年我感覺他們的發展 比較像是開始往外面找NGO啊 然後跟政府互動啊等等 好大概是照一個路徑 那顯然MH跟V他們路徑稍微比較相反一點 他們本來就先具備NGO跟公務員的身份 那再接下來他們進入到G&V裡面 開始找一些新的可能 容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詞來說啦 我把上面如果這是一個村莊的話 可能不是真的離開啊 但是容我說一下 Joni跟Roni對我來說比較像是初村 那相反的MH跟V他們比較像是入村 大概是這樣子有一個路徑上的差異 好所以我這邊的問題其實非常簡單 我會先問關於初村的 再接下來問入村的題目都是類似的 那所以一開始喔我想先請教Joni跟Roni喔 如果是以這個初村的入境來說 第一個想問的是 好好的村莊不呆你幹嘛要出去呢 好這個初村的初衷跟動機可能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覺得碰到什麼樣的界線了 開始需要往外嗎 這是我好奇的第一個問題 以及第二個當你真的出去之後 回想我自己小時候 出去什麼新的國小國中高中 我都會有一段磨合期 有時候心裡會受傷 同樣的回來 在你們初村的過程之中 有沒有碰到一些你們預期以外的 或不小心心有一點受傷的部分 這個是我想要給兩位的問題喔 等一下會先給Joni然後再下來給Roni 但特別要講一下V跟MH不要發呆喔 等一下他們講完之後 因為他們都是開啟到跟村外的人互動 你們本來就在村外了 所以聽完可能他們的有一些小煩惱之後 或許你們可以給他們一些feedback 你們在村外的人又是怎麼樣看待的 好那關於初村的這個部分 Joni準備好了嗎 好那就先請Joni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那其實之前Sami也有分享過嘛 2014 2016投票指南的使用者 就是只有40萬 然後都一樣 就是都是前前一個月40萬 那其實大概用投票人口 1600萬來算的話 大概就只有2% 那這樣子 當然我做這個網站的初衷是要幫助選民 但是你真的要做成改變的話 你應該是要去幫助候選人 那你只有40萬 只有2%的使用者是不可能造成改變 就好像說你問這些候選人 他有可能說我只要拿30歲以下的票 我就可以當選 不可能嘛 那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會想要出村 或是說跨出同溫層的這個想法 就是40萬是不夠的 不可能造成什麼大的改變 那 在說到就是有受到什麼意料之外的事的話 就是說 那 跨出同溫層了 比如說我現在跟藍典合作 然後 就會有一些團體或政黨 就不願意跟我合作 對 那 或是說比如說 我們之前有去找政黨要資料嘛 像我們去找民進黨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你們距離異不是時代力量了嗎 然後 然後去找時代力量的時候 他們不願意跟我們見面 對啊 那就是會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 嗯 對 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 除了這樣子的事情以外 其實 最讓我受傷的可能 反而 還是跟就是GTV救通團的爭執啊 就 其實剛剛有很多人問到嘛 就是那個配合款的事情 那 這個 你影響力到的時候 比如說 好 北市議會當時就吵得很兇嘛 他們整個 議會下午都在抗議說 我們台北市沒有配合款 然後說我們這網站就是 污衊他們 那 那 以救通團的角度來說 他們會希望我 把這個字眼改成官方 官方的用字 那官方的用字是 十二個字 叫做 議員 議員 議員所提地方工程建議事項 好 那我就 我有沒有這個權利 把這個詞改成一個俗稱的詞 就是配合款或建議款 就是 一般媒體在用的這種詞 那我做這樣子是不是 在濫用這個工具 我是不是在做抄議 或是說 如果我不做這件事情 我是不是在逃避責任 那我覺得 這是大家可以想想看的問題 好 感謝 突然感覺到這裡的氣溫 變低了幾度 那 其實剛剛 如果各位 對於剛剛講的一些背景 是沒有很了解的話 在slider上剛剛有人提問 我剛剛把它置頂囉 就是 其實我大概補一下背景啦 大概狀況是說 在 投票指南這個平台上面 有一些用詞上面 例如叫 議員 原本可能寫議員配合款 之類的 但它其實原本是一個很長的名字 那 可是議員配合款一聽起來 就有些議會就覺得 啊這個 這個我們不是在配合什麼 感覺好像就是一副有鬼的樣子 所以他們就希望可以改成正式的名稱 那但是 到底我們這個 這個當 平台要做這樣子的 轉譯的時候 發生跟 直接從政府部門 有要求 希望可以做更名 那這個時候發生爭議 在過往 G0V裡面 碰到這種爭議的時候 這已經變成是跟政府之間的互動的關係 其實是 過去是比較少處理到的 所以 重點在這個部分其實 的確是比較辛苦 如果想要知道背景的話 就麻煩可以上 slido上面 現在已經置頂在上面 所以剛剛提到的兩個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出來 一個部分是關於 剛剛像碰到這樣的一個名字上面的爭議 跟外部跟內部自己揪鬆團 碰到一些需要協調最後找出一個解法的時候 沒有人的G0V這種爭議上面怎麼處理 好像這邊的確會覺得比較有一些無力感 那已經提到了 當它開始跨出去 跟外部的第三方平台合作 即使大家都覺得G0V 這樣這樣這樣 但是 當變成第三方合作 不是只有G0V的專案的時候 其他團體怎麼看待第三方 也會影響到其他團體 願不願意跟G0V原生的這個專案 來進行合作 這個大概是剛剛 朱尼有跟我們分享到的 等一下我一定會特別cue一下 那個V這邊會怎麼看 因為其實從V的角度 不管從政黨的角度 或是需要跨出同溫層 這個V應該是非常有經驗的 這邊先幫我 V幫我留意一下 那我先再cue一下 一樣是初春的第二位勇士 歷險記中的Roni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初春當初的動機 跟目前有沒有一些預期以外的事情 會初春就 我是很喜歡爬資料 爬政府資料的人 但是其實 爬資料不可能是一個永久的方法 就是我們一定是 爬完之後 是希望政府把這些資料放出來 那以後就不要再用爬資料這個方法 那所以 會想要初春 進到政府裡面 去做一些顧問 或提供意見 也是需要就是 大家以後都可以自由使用這些資料 而不是靠外部的這種 Hacker的方式 但是 也因為逐漸 逐漸就是有進到一些 看到一些 基層公務員是怎麼做事的 或者是 會遇到說 以前在做 剛開始玩G0V的時候 會覺得說 政府是一個邪惡的大魔王 那我們就要用很多方法去破解他 去打敗他 所以才會爬資料 然後告訴他們怎麼做是比較好的 但是進去之後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不是壞人 他們很多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做 那這個不知道怎麼做 是一個 我覺得可能有些是結構性問題 或者是 很多是他們的教育過程中 因為其實我們國內其實是沒有資訊教育 沒有這種長久的資訊教育 所以不一定政府內部是這樣 甚至民間裡面也是很多這樣子的 那就變成說 我們要用最基本的方法就是 可能要想辦法提升資訊素養 但是這件事情就不會是我一個委員 或是以去講幾場演講 然後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所以就會慢慢覺得說 問題越來越多 而且這些問題 不是因為有人惡意做什麼事情造成的 那 也就沒有一開始在G0V那種熱血 就是我要打敗大魔王的感覺 反正現在會有越來越多的無力的感覺 就是說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 讓這事情繼續往前推進 或者是可能有些推進 但是推進得很慢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 我出生後的一個感受吧 好 非常感謝 這邊我也覺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大家有感受到這個 Rony講到的轉折嗎 等於是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第一次跟我進入G0V 一開始都是 相信大家都會有種興奮的感覺 突然學會用很多工具 然後好多同好聚集在一起 是一種熱血澎湃的感覺 好 但是這個熱血澎湃 是不是當初的這個熱血 是奠基於我們有一個大魔王叫做政府 它是一個議題的 我們要打敗它 但實際出到村外 開始互動之後發現 好像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一個單一的大魔王 你實際去碰到那些一個一個公園 如果像剛剛講到 你面對是這樣子的人 他們也不是有惡意的 但是整體的更深層的資訊層面的素養上面 可能出問題 才導致後面這些這些這些 那到底可以著力的點在哪裡 好像已經不像原本想像中的 你會不會覺得這麼容易 好 那這個剛好兩位講的東西 我等一下一位分別 Ve這邊先幫我做一下feedback 那同時也看看 明漢那邊有沒有針對 沒有你講的部分 有提到非常多對公務員的觀察 也可以給一些feedback 那時間先交給Ve 因為我有聽說 就是實在量沒有那麼想要跟GinVe合作 那個實際上的狀況比較像是說 我可以感受到就是當這個專案 它從一個GinVe自己發展出來的 有幾個人一起寫作出來的開源專案 變成要更有影響力 變成有所謂資金來源 然後變成它 其實當它變得影響力越來越大 變得上新聞媒體 越來越多人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身為一個 過去的村外人 我覺得大家來看投票指南的時候 它就不是只是一個GinVe專案了 就大家就會有 對它有期待是 它背後有一些人在決定一些事情 那這些人可以決定 比如說 比如說資金來源 它這個來源 會不會影響到它內容呢 它是什麼樣子 它的守則有哪些 那這些守則能不能被確實的遵守 我覺得大家會 對這個有疑問 那另外一個部分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在想要怎麼樣Fram 我想講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在腦袋裡面的東西很抽象 我不會 我傷害你絕對狠狠地傷害你 你絕對不會怕 我想想看要怎麼來解釋這件事情 需要我們先Cue下一位 你先 好 那MH有沒有什麼要給Roni的feedback 而且剛剛我 因為現在slido上面 我剛剛看到一個 我現在把它置頂上來 好比較慢 就是剛剛Roni講完之後 馬上有人就說 我們國內沒有資訊就會吸引吧 你沒有 好 還有一些是有特別提到說 好像很多東西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slido真的洗得太快了 容我先用口述的 剛剛有一位朋友在slido上面講到說 好像所有東西最後的解法 都會推導到 這個公務員啊 缺乏XX素養 這個不是只在開放資料圈 好像所有圈都是這樣的 那如果所有東西都推導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這樣還有解嗎 好 所以這個艱難的問題 沒關係 明漢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看看 你目前大概是怎麼看的 其實像開放資料 前幾年 前幾年其實政府機關 有很多開放資料的課程 就是國發會在衝那一堆KPI的那時候 其實冒出了很多這樣的課程 然後就是其實 包括我自己上過一些課 然後其實我發現到說 其實有一些你把當時很炫的一些 比如說開放資料啊 或者是 什麼資料視覺化啊等等 這樣子的課程內容 其實你不如拿去教政府機關 每一個就是同仁 可能他自己業務 自己的業務 自己手上的資料 你教他把欄位設定好 你要怎麼樣做出機器可讀的資料 你的欄位要怎麼設定 你要怎麼樣好好把每一欄給填好 不要在那邊合併儲存格 或銅上或者如附件 然後你做出資料 機器可讀的資料之後 你會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那個Pivot Table 你會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把公務員交到 會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其實這個好像是比較重要的 而不是說他手上根本就分不清楚什麼是報告 什麼是資料 然後就遵循某些守則 然後就把他們轉成開放資料格式 丟上去就好了這樣 我覺得其實有一些更基礎的東西其實可以做 那並不是說那麼廣泛的說 好像很空泛的 就是缺乏某某素養這樣 因為其實你看國發會 他有能力開那麼多的課程 包括以及其他的一些培訓的單位 他有辦法在那一段時間開出這麼多的課程 那只是他的課程內容 或許他跟你講說開放資料 12345顆星分別是什麼 與其講那個你不如交這些公務員更基本的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碰過這樣子的事情 那聽完之後他如果覺得 其實就很像民眾平常聽到政府的一些宣導 言不及義這樣子 聽完就沒了 那這種東西他其實也不會回去 回到他自己的業務上面去落實 那所以說其實把大家交好 會把資料欄位弄好 那會做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這樣就很厲害了 這樣以後至少大家一方面 公務員的勇士也會減少 因為你每次需要產出一些報告 或者是需要長官多問一句話 你要重新跑一個報表 那種時間其實都會省掉 那其實對公務員做事情的方法 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改進 如果每個業務同仁 他自己手上的資料可以把它建好的話 好 感謝MHL 然後再接下來V 有 有 有 對不起 我想到我剛剛斷線的時候要講什麼 就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時候Ginley 我自己在入村州的感覺 是Ginley很強調一個中立性的角色 比如說投票指南 我們不做任何價值評鑑 價值的判斷 我們就是我們來就是把中期呈現給大家 所以我們在做很多專案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投票指南 很多專案裡面都會很特意的強調 這中立性的角色會覺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像投票指南變成一個 這樣子有影響力的專案的時候 我覺得他面臨的困境是 對 投票指南沒有做任何價值的判斷 他還是把資料給你看 但他本身其實有在倡議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開放 可是開放這件事情 當他要被倡議的時候 其實Ginley內部沒有去做的 或是我覺得比較難有機會來討論的 其實就是什麼是開放 那開放的價值是什麼 你想要 你這個專案 想要倡議的價值是哪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GinleyV很棒的地方 就是沒有人的這個精神 可是同時在沒有人的這個精神的時候 當他越來越有影響力的時候 他會面臨外界 對這樣子的類型的組織的挑戰會越來越多 就是說你核心的價值是什麼 可是我們因為我們這個沒有人的精神 我們沒有邊界 我們沒有真正的這個組織的架構 所以我們很難有機會來做 一般的NGNV組織在談的賠利 或是我們來談的共識 我們來看 我們來一起來討論 我們所謂的GNV的開放是什麼樣的開放 比如說這個專案開遠到什麼樣的地步 我們認為它是開放 它一定要非常多的crossourcing才叫開放嗎 或我想要藉由投票指南或whatever專案 推動的這個倡議的價值是什麼 那我覺得GNV很少有機會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當他把 因為他們沒有 我們沒有面臨過這樣子的 不要講他們 我想要成為一份子 因為我們沒有面臨過這樣子的檢視 所以當這個專案丟出去 它開始有很多影響力 當議會在討論 當媒體在關注的時候 它就會面臨這樣子的很多攻擊或是挫折 可是我覺得投票展是一個很棒的實驗 因為它這樣丟出去之後 大家就可以發現原來我們缺乏某一些 比如說法律的面向我們沒有討論過 或是哪一些面向我們其實沒有討論過 或是原來會面臨到這樣的質疑 或許有機會之後 如果更有其他的機會可以來討論這個時候 我覺得會是一個好的方向 好 剛剛Johnny表示 好像有些想要先回應一下 其實我部分是蠻同意阿飛講的 就是像我們這次在這個配合款 我跟燃點和舊松團的爭執 就是因為我不願意改這個用字 其實在舊松團是傾向要改回官方用字 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後續的法律責任或是官司問題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距離不管是社群或是OCF 我們在官司上面是沒有什麼經驗 就是有任何一個專案有被告過嗎 對啊 然後其實聽到這個沒有人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有點反感的 因為這個你被告的時候 被告的人會是沒有人嘛 一定是有一個人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每個專案就是你一定要想想看 就是你有沒有可能遭遇到這個狀況 那你是不是要提早去尋求其他法律的資源 好 謝謝 這個階段大概先到這裡 因為剛剛有人提醒說 主持人好像話太多了 不好意思喔 所以我接下來會進行的快一點 但只特別點一下 我們其實DreamV是有入村指南的 但是初村的部分好像相對就比較不會有相對的這種指南 當初村的時候碰到這些問題該怎麼辦 這個大概是在這個階段大概可以聽到出來的部分 所以好我就快速的進行 那接下來一樣是V跟MH的部分 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想要分享 當初為什麼會入村 然後以及入村之後再回頭看自己的村子 有沒有什麼想要給建議的 那可以可能一個人大概用30秒到1分鐘的時間 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很快講一下為什麼當時會入村 入村的動機非常簡單 就是2016年我在選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基本上那個狀況就是 大家就很不看好我嘛 就覺得我不會選上 果不起來也沒選上啦 那當時的狀況就是 在選舉的過程中 很期待可以得到很多的幫助 那時候還沒有資源 那所以就有幾個好朋友 剛好都在現場 就推薦我說可以來參加GDM的大松 那就給了我那個所謂的 剛剛講的入村指南 那我現在還記得2016年的那個感覺 因為我其實非常緊張 我不知道現在現場應該都是GDM社群參與者吧 有沒有一些人是 好 我不要提問好了 或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還沒有去過GDM大松 或是不是真正的是一個長期參與者的人 你可能會跟我一樣的感覺 就是好多很複雜的 沒有用過的工具 好多規則 比如說你看那個那時候什麼 Hackpad 是吧 Hackpad 一連串的要怎麼做要怎麼做 然後要怎麼提案 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以為參加大松 一定要提案 所以我就很緊張連續 就是前一個晚上都睡不著 很怕要去提案 然後怕就想像中的GDM就是一群 就是工程師 然後很厲害 然後沒有辦法跟他們溝通 來到現場之後發現 對 果然就是這樣子 就是 好 對不起 對 對 然後 我想要 如果你現在還不是沒有入村的人 然後你接下來 我 或是我都會 其實也都會建議我很多NGO的好朋友 就是來GDMV的大松 然後參與看看 你實際上去過一次 你看那些入村指南的時候 就我覺得很多人會被嚇到 像我一直想要拉我團隊 就是競選團隊的夥伴 來參加GDMV 很困難 因為他們看到那麼多要使用的工具 所以他們現在都在使用這些工具 我很努力把它帶到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比如說 什麼folder啊 什麼東西 這些工具很努力把它帶進去 可是 即使是這樣 他們都會覺得 這是一個文化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個有一個cultural shock的感覺 所以他們都會很緊張 可是我覺得參加過一次之後 就會覺得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但我也要提醒 就是很多NGO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入村的話 我覺得很多人會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我帶著一個點子 我來提案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好的結果 可是其實 GDMV其實不是長這個樣子的 就很多時候 其實很多專案是需要 你要大家有興趣 它是一個非常興趣取向的東西 所以你不是來這邊找免費的工程師 或免費的設計師 來幫你把事情完成 那這是我覺得 很大的一個體驗這樣子 好 其實差不多被阿V講完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 好 其實就是一個 你會知道這裡有一些 不一樣的文化 那有一些不一樣的 那他們會做一些 你原本想像不到的事情 這樣子 對 好 那可以方便幫我轉 切換回slido 那接下來就進到大家這邊的提問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原則上 我就是用 比較多人按讚的 如果你想要改變排序的話 現在可以趕快 稍微瞄一下 按照排序下來 首先 好 可以幫我 是在那個 好像電腦切 是不是切錯 切錯邊 OK好 目前最上面的提問 好最上面的提問 就是有提到說 好一直跳一直跳 好 這個可能是問Joni 比較個人的問題 其實剛剛已經大概提到了 有提到說 被議員恐嚇要提告 那有人認為這表示 網站有影響力 但是面對這些鳥事 應該真的很不爽 其實剛剛已經稍微提到一些 但他有特別針對未來 你參與公共事務的心態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就有點心灰意人吧 那 就這樣 好 我們就快問快答 往下 因為問題還蠻多的 再接下來MH 公務員版是 PTT上面的公務員版 是網路上少數幾個公務員聚集的專版 那 公格力卻很難得到版上的支持 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看一下 特別是公格力核心成員的部分 幾乎都被虛報 請問你對這個的觀察 能改善這種情況嗎 還蠻針對的問題 其實我應該不會去改變PTT 哪個版的情況 那 其實公格力是 就公務革新藥聯盟 其實我們是去年才成立 是一個很新的團體 那 今年6月底7月的時候 才拿到立案證書 這樣 那我們其實 因為我們一直被當作是判斷團體 雖然我們看起來很無害 可是我們一直被當作是判斷團體 我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成員都非常的低調 那包括幹部群也是其實非常的低調 那我會出來當理事長也是 就是覺得說 總是要有人出來給記者訪問 總是要有人出來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所以我才說 好那我來 然後大家也選我當理事長這樣 那其實大家的運作 那個鬆散的程度 可能跟G0V差不多 或者甚至更加鬆散 它不是很典型的那種 大家想像中的倡議團體 那未來會不會發展成那個樣子 我們不知道 但是其實目前 至少就是有人點名說林余凱 那其實 它是我們當初成立的時候的 就是30個發起人之一 沒有錯 那我們的發起人裡面 也有一些人現在正在競選議員 對 這些都是事實 那目前我們並沒有去 幫助任何的議員去做特定說 我就是支持那個候選人或怎麼樣 那另外就是 我多講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可能 因為過去在一些議題上面 可能比較資深的公務員 也是會直接把我們貼一些標籤這樣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是覺得說 其實有一些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 那我並不會說 就是要特地去要求 或者說去努力改變某一些人的想法這樣子 我們還是 因為其實我們做所有事情 都只能慢慢來 好 那接下來 如果 我就直接照順序來 接下來 這個 我就是 好 這個就封存起來 好 下一個問題可能 我原則上先Cue一下 在政府裡面的 其他有想要補充再說 關於選 不好意思 它跳到 好選舉跟開放政府的關係是什麼 推動開放政府 但是其實政府只要行銷政策 在體系裡面會怎麼看 政府為什麼只想要行銷政策 我覺得這個其實跟剛剛還有一個人問到是說 你們四位講者對於說政府現在都透過Facebook 透過Line 一直在推播這些政府想要民眾知道的訊息 不知道四位講者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這有一點關聯 就是目前民眾還是覺得說政府就是一直想要行銷政策 那我老實講 我的觀察 目前政府機關 他們還是主要透過傳統媒體來收集資訊 以及做出回應 那包括說他們對輿情的判斷都是來自傳統媒體 都是來自傳統媒體 然後所以會有很多這樣子的習慣 就是他們其實還不習慣跟民眾做互動 然後對民眾想法的預測 其實也常常很不準 就是尤其我們這些其實已經平常沒有什麼在看傳統媒體的世代 我們很清楚 就是其實政府目前對民眾觀感或想法的這個掌握 雖然好像做很多努力很多的監控 可是其實那個都不是那麼的正確 對 OK 好感謝 那一樣再幫我切換回Slide 為了均衡一下各個講者之間的提問量 下一個讓我Cue一下Roni 有蠻多朋友也想要問說 Roni 所以你認為開放資料可以正軌化的第一步是什麼 不只公務員包括外部委員的行政專業知識補充嗎 你的看法 我會覺得就是首先 像剛剛敏翰講得很好 就是說怎麼樣讓公務員開始用資料 他用資料思維來取代報告思維 能夠為他省下多少利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公務員放出來的Excel 它雖然看起來是書納分析表 但是它是人工一個一個填出來的 然後甚至可能家總的欄位 都還是用計算機敲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發現 裡面有些家總其實跟前面是對不起來的 那如果今天能夠有 就是讓他有點資料思維 就是說 他一開始他先把他這個資料的欄位 明確定義好 然後把資料填好 然後填好之後 他再用這個資料來產生書納分析表 那其實說不定這比他原來 他一個一個畫出基本的書納分析表 所以他這樣可以提升他的效能 那另外我覺得可能政府這邊 也要多做一些好的工具來幫 或多引入一些好的工具 來幫助公務員來收集資料 例如說像是引入 像Google phone之類的一些介面 讓大家用很明確的欄位的方法 來填入資料 那這樣子也許也可以讓 未來的一些新資料的產製 其實是好的結構的 那相信就是 無論是做Open Data 無論是政府內部使用 我覺得效能都可以提升 好 感謝榮你下一個快問快答 再進入到這邊 我直接Cue一下Feo 這邊有人提到說 議員所資已經成為公務員 業務負擔的主要來源之一 請問你自己是怎麼看待的 你如果當選者的話 會發那種早上發現下班之前 就要提供的所資文嗎 好 快問快答 其實我自己會認為 某個程度來說 議員必須要所資的狀況 其實就是因為 其實地方政府部門 很多資訊還不夠開放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其實要不到資料 比如說我在做深蹲的時候 我有很多要做地方的議題 我其實是拿不到資料的 但是議員去公務員所資 他就拿得到 那我當然 我沒有辦法說 我選上之後 我絕對不會去所資 我覺得這樣不可行 老實說 以目前的現況不可行 但我當然也不會給 第一線公務人員那麼多壓力 我在市政府的時候 我也知道我的同仁 就是常常加班到非常非常晚 就是為了應付議員的所資 那其實我覺得根本的問題 其實就是說 要如何讓公務 第一線的基層公務人員 不要再去做那種報告式的資料 如何讓資料變成真正的資料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東西 OK 好 那接下來再回來 這一題又回到Jony身上 就目前有越來越多 類似投票指南的平台 Jony作為創始者會覺得 會擔心因此注意力分散都無法做到 會想要跟後進做 後進者做什麼樣的溝通或合作嗎 不會擔心 因為覺得很高興 因為我不想要做一輩子 然後 但是會 會 會希望就是 有這個工具的人 他要有一定的道德標準 然後 要有人監督他這樣 那像我覺得我這次 跨出同溫層以後 樹立很多敵人 然後有更多人來監督 其實對這個專案來說是好的 對 雖然我個人很美送這樣 好 OK 好 下一個再輪到MH囉 可否請MH再講清楚一點 關於工格力跟G0V的互動跟合作的發展 其實剛講公務格新議院聯盟還很新 那目前是沒有做什麼開原專案 那 大概就是一些可能社群友好人士互相串接 然後 透過一些手段這樣 把開放啊 協作這樣子的精神 把它帶進去政府機關裡面 那 就是 手段很多種可能明得暗得 那 往一些 會議啊 活動啊 或者是課程什麼裡面去 慢慢的把 這些開放和協作的文化 導入政府裡面 目前其實 做的主要是類似這些 那的確是沒有開原的專案 目前 好 下一個輪到Roni囉 請問Roni除了你以外 目前還知道有其他GNV社群 或廣義的民間社群的民間人士 但還在政府的開放資料諮詢委員會嗎 聽說這一年有越來越少 其實真的是越來越少 而且會議數量也變少 然後參與的也變少 然後就是很明顯 蔡政府現在是把open data 其實我覺得是有把它壓下來 所以 算蠻難過 也是蠻難過的 好 感謝喔 剛剛這邊有一個 其實剛剛明漢前面已經有提到 但因為戰術很高 我還是念一下 所有的講者 現在各個政府 成立自己的Face line社群 但溝通洗腦民眾的效果 好像其實沒有很好 你們覺得政府試圖 透過社群宣傳的行為 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 有沒有任何一位 還有feedback想要提的 可以舉個手 沒有的話我就念過去 就下一題囉 好 下一題 那我再講一下好了 請說 就是政府機關其實還是非常習慣 傳統媒體的這種思維 就是我發布東西大家接收 目前還是這樣 對 這題 剛剛那題我想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政府想要做溝通 FB line內都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覺得政府內部太多 KPI思維了 所以它不是真的要解決問題 要真的要溝通 它會定很多KPI 說這個東西被多少人看到 多少人回憶 然後所以公務員可能也說 我想辦法讓多少人看到 多少人回憶 但沒有真的做到溝通的效果 就是KPI可能定的不好 或是為了解決KPI 但沒有真的解決問題 那我也想回覆一下 我覺得那個更關鍵的是 你的feedback 就即使比如說 某一個市政府的某某局的粉專 你去那邊留言之後 小編通常是誰 小編可能是替代意 或是某一個科員 就是他看了你的那個之後 他能夠怎麼樣呢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當然覺得 KPI是一個問題 但這個東西的雙向的溝通在哪裡 我覺得是更大的問題 好 下一題喔 回到Jony 剛好回到這裡 怎麼確認資料的正確性 尤其Source的來自是候選人本身的時候 這個問題很專業喔 就是 其實剛剛那個界線就是也是有資料的順序 就是官方資料優先 然後我們剛開始也是先去找政黨 政黨資料優先 因為政黨有經過黨部認證嘛 再來才是候選人 那候選人就是 就是如果都是舞蹈機 也沒有什麼認證的話 我們就是會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說 參選宣言 也就是他自己寫這樣 那當然這 我覺得UI設計上可能 還有 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但是目前是用這樣 有一些優先順序的方式來 儘量正確 OK 好 那下一個戰術高的其實是在講說 PT現在這邊剛好有一個 是否立專法的撐亂業配一下 好 那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再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投票指南的實驗 代價不就是中你個人嗎 不管是情緒個人名聲上 在背後推動這個專案的合作伙伴 合作組織有什麼負責嗎 有看中你覺得可以談到什麼程度 或是有想要 自己有想要覺得 可能還需要思索一下 我可以先PASS 先PASS OK 好 下一個問題 請問 這個是問柏妤的 請問就你個人來看 新北議會和政府 還可以多做些什麼呢 比如說議會的部分 我就會覺得你的議事錄 就是你的會議紀錄 可以不要四個月才出一次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關鍵 因為現在就是說 你這邊質詢完之後 他的實際上質詢的內容 他會到四個月 甚至六個月以後才會出來 所以比如說我們在做議會監督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想要查核 但其實沒有辦法查核 因為會議紀錄都還沒出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也是 上上個禮拜 我去現場去聽 這個新北市議會的這個投票 就是三讀會這樣子 然後我進去現場的時候 就被告知說 如果他們的自治條例有規定 如果我進去看了他們投票結果 我出去不能公佈 公佈的話 就是違反他們的自治條例 就他們有規定 我進去看了之後 我不能公佈 要他們公佈 我就說可是你們都四個月後才公佈 他就說對啊沒辦法 這樣 對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很基礎 但是可以改善的 其實我覺得市議會還有很多可以做的 那市政府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會認為在很多公民參與的裡面 他們很常 尤其在新北市政府很常 都還是在做一種很 我覺得不是故意的 但他們並不知道公民參與 對政策推動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 比如說像那個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他們會要求說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試完這個特色公園 試完之後再驗收 把這個驗收還有公廳的部分 放入這個決定公園 要蓋什麼樣子的公園的這個政策制定 但是其實公務人員 或是基層的里長 或是區公所 他們其實不能理解這是什麼 這東西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這樣 我現在都提一些很單點的例子 但總和統真起來 我覺得能做的事情還有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很難意義的來講這樣子 好 非常感謝 再切到slido 其實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盡量把戰術十以上的把它處理掉 公司協力的fellowship 能不能讓民間力量 進入有效的幫忙公務員 推動的困難點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哪一位想要先自告奮勇回答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先敲一下MH或是Roni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Roni要挑戰一下 其實是有一些地方政府或是行政體系 是有在實驗 但是目前好像還沒看到一些很成功的實驗 例如像台北市之前曾經有想要實驗 就是找一些人進去 有點是像進去當一個月的顧問之類的 但是好像都沒有找到適合的人 就是能夠有這麼多的時間可以進去 然後把裡面一些東西做調整 所以會變成說到最後能做的 就是要不然就是像Peggy這樣很願意犧牲 把整個人都送進政府內的 或是像我這樣擔任委員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蜻蜓點水 其實好像也做不到什麼事 但是我也沒有像Peggy那麼偉大 會願意犧牲放棄現在收入去做 就是進去裡面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這一題 我也覺得就是還蠻困難的 好可以時間差不多 先幫我再切回到SIDLE 讓我收尾一下 我特別一定要跟總理講一下 現在置頂的這個排排就是QQ 好 那也特別說一下今天在場 很多剛剛我看到SIDLE上 很多人針對主持方式的建議 我真的很抱歉 在拿捏上面可能真的有一些問題 但不論你是覺得是好或是不好 都感謝大家建議 最後用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講者 就20秒時間 其實有人就幫我問到 我最後想收尾的問題 好這個問題是這樣子的 如果可以許願 讓你現在在做的事情更容易 這個願望可能會是什麼 或是未來的許願 如果從最近的Jony想好了嗎 我希望更多的就是一般的人民 當然不只在座各位 其實我真的期待就是市場那些婆媽媽 也可以來關注政治是什麼 尤其是真的跟你相關的基層的地方政治 會是什麼 這是我最想要的事情 好 哪一位準備好了就舉個手 來 Rony 我希望就是 大家都能夠互相的為對方 多思考一下說 對方是遇到什麼難處 然後讓對方多想想 無論是民間幫政府 或政府幫民間 而不是說第一時間 就把對方當成壞蛋 所以那個政府又是在偷懶打會 那個民間人又在那邊 又是奧客什麼之類的 就是只要雙方都能互相 互相對方多想想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或許可以順暢很多 那就是民間的朋友 可以怎麼樣幫助政府 幫助公務員 那現在慢慢的各個機關 比較漸漸的稍微會在一些 該找來的利害關係人或團體 去找到比較適當的人 比較適當的團體來開會 那如果說大家在民間 或不管是民間團體 或者是個人的身分 被人的身分 被找來的時候 就是希望可以多多的想像一下說 其實大家都不是壞人 像容易講的大家都不是壞人 那只是說以前過去 公務體系內部 可能比較沒有Sense 那現在比較有Sense的 知道什麼議題 要找誰來開會 那當然現在民間可能 大部分還是被動的狀態 被政府邀來你才能參加 目前這個情況好像還不會 短時間的還不會看到什麼改變 但是至少有這樣子的努力 就是越來越多公務員 有那個Sense 知道說我每個議題 大概要找哪些利害關係人來開會 那如果大家有被找到的時候 就是請不要預設說誰是壞人這樣子 最後Johnny 其實就是希望有一個 下一版的選舉公報出現 就是不要再思想現在的選舉公報 那官方可以往前改進 不一定要像投票指南這樣 也許他有更好的方式這樣 好那感謝現在在座的各位陪伴我們 完成剛剛的一個半小時 最後是不是再一個掌聲 給我們台上思維講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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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